仔细看这个在水中挣扎的螳螂 有一条黑色的虫子 正在从它的身体里往外爬 并在水中不断蠕动 直到虫子完全爬出螳螂的身体后 螳螂也终于不再挣扎彻底死亡 作为昆虫界的扛把子 螳螂为何会被这种小虫子杀死呢 这个黑色长冲 名为铁线虫 它有300多种类型 长度在50到100厘米 颜色大多呈黑褐色 因其外层被一层角质层包裹 酷丝一根铁丝 所以被称为铁线虫 铁线虫不仅只寄生于螳螂体内 还会寄生在蟋蟀蝗虫等昆虫体内 但是在螳螂体内的铁线虫是最多的 而这都要归功于螳螂极高的战力 铁线虫幼年时期是在水中渡过的 它们随水流游动 直到遇到第一寄生对象浮游幼虫 浮游幼虫会在吃东西时 把铁线虫吞到肚子中 铁线虫会在这里逐渐发育 直到浮游幼虫长大 蜕变为成虫以后飞到岸上 接下来铁线虫就会祈祷 希望有一只螳螂来把这只浮游吃掉 螳螂果然不负众望 作为昆虫界老大 捉一只浮游简简单单 但就是这强大的捕食能力 害死了它 在螳螂吃浮游的时候 铁线虫会从浮游体内转移到螳螂体内 到达螳螂身体后 铁线虫就没有之前那么客气了 它会占据螳螂的消化道 在螳螂消化食物时 抢先一步去吸收养分 并且为了防止螳螂与自己争夺养分 铁线虫还会破坏螳螂的性线 让螳螂停止发育和繁殖 成为一个只会为铁线虫提供养分的容器 最后因为自身的过度消耗 导致身体不断衰弱 铁线虫在吸收足够的养分后 需要回到水中去繁殖 那么铁线虫是如何 控制螳螂回到水中的呢 寄生虫中的恶魔 拥有完美的寄生手段 能百分百控制宿主的行动 让螳螂自己跳入水中结束生命 对于铁线虫 为什么会有恶魔般的操控能力 当时还没有足够科学的方法 去破解其中的秘密 不过对于其怎样操控自己的宿主 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就是 铁线虫在吸收宿主体内的养分时 也会汲取大量的水分 而宿主就会因为极度缺水 失去平时的理智 从而做出投身入河中的行为 这种说法曾经被韩国一位导演当作线索 拍摄了一部关于铁线虫的灾难片 在这个电影中 被铁线虫寄生的人会不断地喝水 甚至自己跳入河中 与第一种猜想很符合 第二种推断是 铁线虫会在即将破体而出时 利用宿主的趋光性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宿主的行为 从而导致宿主不断地走向能够反光的地方 在柏油马路和反光的石板附近 经常能看到许多像湿了质一样的螳螂 它们浑浑噩噩地在附近游荡 除此之外 水面也能反光 所以 会出现螳螂在河边游荡 然后不顾一切跳入河中的场景 或者直直地朝着溪流中心爬去 一旦这些螳螂接触到水后 肚子里的铁线虫就能敏锐地感觉到 它们会迅速地从螳螂的尾部钻出来 回到水中 而螳螂风光的一声 随着铁线虫的破体而出 从而画上了句号 铁线虫回到水中繁衍后代 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随着人们不断对铁线虫的研究 科学家们终于发现 铁线虫能够控制宿主原因 铁线虫会释放一种化学分子 这种化学分子 会在进入宿主的神经系统后 起到发号施令的效果 那么 既然铁线虫的寄生能力这么强 它是否真的能像影片中那样 寄生人类从而控制人类呢 寄生螳螂控制思想 铁线虫是否能够寄生人类 韩国灾难片的播出 引起了许多人讨论 胜怕自己会成为影片中的一员 经过科学家的研究 其表示人们不会出现电影中的情况 但铁线虫的确会寄生人类 只不过不是入侵而是感染 虽然人类并不是铁线虫的目标 但总有极少数的铁线虫 能够侵入到人体中 并且被铁线虫伤害的案例还不少 在四川发生过一例 当时患者正在上学 突然觉得腹部不适 然后就是剧烈疼痛 不过一开始的诊断被当作急性蓝尾炎 并进行了蓝尾切除手术 原以为手术后情况会彻底解决 不过一个月后 患者的腹部突然再次剧烈疼痛 患者不仅疼痛 还伴有呕吐 最后还是呕吐物中泄露了始作俑者的踪迹 因为在呕吐物中发现如动物 进而送到实验室检查 最后诊断为磁性铁线虫 另一起案例发生在河南 一位女性的泌尿系统被铁线虫感染 原因是在夏季的时候 经常在河中洗澡 如果铁线虫寄生在消化道 这种症状不太明显 通常表现是消化不良 恶心呕吐腹痛等 如果虫体来到膀胱 会引起尿贫尿疾尿痛等 引起感染的原因 是因为经常喝生水 或者有在池塘洗澡的习惯 因此预防手段也很简单 那就是不喝生水 不在外面的河中游玩 淡水鱼类和罗泪一定要煮熟 即使不幸被感染 只要及时就医 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但是寄生虫也不知铁线虫一种 有许多寄生虫对我们都是致命的 所以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卫生意识 不让这些寄生虫有可乘之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评论区留言互动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